B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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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MNike,叫我A夢或E夢,前幾天身體有點狀況所以要來補進度了 接下來來講一下台版11月4號開的限定抽角泳裝病焦 他是中衛物理破防角,比較偏聯盟戰使用 聯盟戰玩家有石頭可以考慮抽但不算很強勢的角色 休閒一點或不太打聯盟戰的話就看你喜不喜歡病焦 任何跟星數的部分,這隻沒什麼毛病就是滿Rank 星數則是三星應該大部分情況就可以打了,反正優先度也不算高 那來看一下技能的部分吧 首先UB是單體的物理傷害然後增加自己暴率 暴率增加的維持時間會根據打出去的傷害量而增加 這招其實算偏尷尬的招,傷害不怎麼樣暴率也不算加超級多 就算維持時間很長也效益不算非常好 這也導致泳裝病焦本身輸出能力不怎麼樣 一技是單體的物理傷害然後破防,二技是單體破防然後補一下自己TP 整體來看一二技的性能是還不錯的,破防量不錯然後又會補自己TP 增加UB的施放速度,UB開很快就可以讓UB的buff跌到進而增加傷害 所以一部分的敗筆就是在這個UB的buff不夠給力了 另外一部分是動作循環也不算非常漂亮 二技施放頻率非常低,所幸的是一技頻率還行 所以之後上專武有絕取的機率會高一點點 看完技能組他就是很單純的中位破防兼輸出 破防要都是小招破防,所以輸出量夠的話確實能成為常上場的角色 但就是論破防量破不贏學幣跟作業幣因為二技的頻率不夠 論輸出也輸踴躍一大截,呈現一個你想要破防兼輸出就放踴躍,你想要中後位破防就放幣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他還是會有一些出場空間,最主要就是補強刀的部分 因為他一二動就是二技一技,在最一開始的時候就可以給大量的破防 對於30秒內這種短秒數的補強刀算是實用的 每個月都有認真在處理補強刀的朋友,這支應該會不錯用 但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出場空間了,全刀的缺點太明顯 王防禦不高不需要用那兩隻幣,然後又不能放咏,越扛傷害的時候有可能能用 日版是有看過一次啦,但那也只是其中一刀偷懶AUTO刀 所以真的會覺得他好用的大概就只有認真處理補強刀的人 除此之外就看你喜不喜歡,並且要泳裝這樣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希望都可以幫助大家更了解這隻限定角 那這樣,謝謝各位